哎 放走了上海 你就得替上海去死 你还磨叽什么呀 你们都想好了 咱杀就杀呗 我不杀你 我要让你们老当家的 为阑珊执行方规 亲自杀了你 我要灭灭你们 魏核心这些 不听话的伙计的利器 韩老人家那么大年纪呢 你把他扯进来干什么 你有本事冲暗一个人来的 这个由不得你 我还会放风出去 让你的好兄弟上海 知道你们的事 看他讲不讲义气 会不会来建法庄 准备 小鬼子 你够阴的 可俺告诉你 上海不像他干妈那么笨 你蒙不了他 他把你们都当枪使 你知道吗 你有我了解他吗 俺告诉你 要是上海找到了精子 对他有恩的 他会挨个儿送到家里去 就你们小鬼子 一毛都得不着 陈雪荣 你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的情报 我已经很努力为黄军打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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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心无力 我也是很着急的 你不想死的话 就要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人 从今天开始 我再交给你一项任务 我听黄军安排 你可以离开县城了 我会派人协助你 找到程老七 海龙寨的程老七 劝强 劝强程老七 我已经被他们绑票过 后来又被上海抢走了 他们已经恨死我了 如果我去劝强他们 那不是找死吗 海龙寨的俘虏交代 程老七身边有一员干长 叫小山豹 他经常去海雄镇的 布老春大烟馆抽烟 烟馆 对 你就去那个大烟馆 当掌柜了 等小山豹来 从他开始劝强 是 你还没有时间 我还没有时间 那些中国人 还没有时间 想起来 那些人会愉快 上海 是 那些人 兄弟们 都是俺不好 俺不该连累你 财子哥 你这不是看不见俺们兄弟吗 是啊 这不是看不起咱们 这不是看不起你们 明天就要上刑场了 谁都是有爹妈养的 人死了不能尽孝 明天他杀爱 俺绝不眨眼 可你们不能这样 你们明天向他们求饶 把责任都推倒到一女人身上 尽量要活下来 不 财子哥 俺们跟你走 到阴操地方俺们还是兄弟 在鬼子面前给鬼子磕头 当孙子俺们不干 对 孙子哥 你们傻呀 让你们活着是有机会报复小鬼子 咱好汉不能吃眼前亏 知道吗 财子哥吃亏又吃亏 咱又不能丢志气 对 不能丢志气 对 不能丢志气 不能丢 爹 娘 日本人明天要在卫和星的院子里 斩小才子 主刀的是卫兰山 这有什么新鲜的 下里边兄弟说了 说这可能是 他们给上海下的套 我认为 上海一定会去的 他始终把自己当成卫和星的人 上海会去劫法场啊 齐 如果你不愿意去 给我几个兄弟 我带人去看看 见机行事 齐 如果上海被日本人抓走了 我们可就再也找不到金矿了 既然是关乎到金 金矿的事情 那就大伙都去吧 不见兔子 不 不 杀鹰 麻田和龙岗秀泽 抓了卫和星的小才子 和几个伙计 扬言要杀 都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一直不动手 他就是想让上海这小子知道 这就是给他设下的鸿门宴 就是 听说上海离开卫和星的时候放着话来 卫兰山有难 他要帮三次 以命相报 帮了三次以后 他与卫和星再无瓜葛 这次才是卫兰山的第一次啊 难看这是上海的劫难 俺们正手找不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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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快看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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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这是一个加强中队啊 看来他们是志在必得 队长 咱打一下 把伙计跟小才子抢过来 这样一个善不就没给我干了 咱们也算是搭救这小子了 站走 走 你带一队人 去那晚的山头 记住 不要跟小鬼子应拼 如果人救不出来 咱们撑好没见过 明白 没有开枪 你不许开枪 是 你们去告 跟我走 走走 跟俺走 日本人能想到这时候 上海估计这回要掉进去呢 上海要掉进去了 那是他 他检查医疾 他自己惹的事 他自己一个人去摆平 这也是理 理所当然的事情 把长枪给我吧 你要长枪干什么 日本人要是抓了上海 我们还上哪儿去找情况组织 杀了小菜子和他的伙计们 上海肯定会来报复 我们就守住带兔 等上海把兔子送过来 把长枪给他 对啊 你怎么什么都听他的 他比你有见识 你什么都不懂 给他 听好了 听好了 枪法好的 都跟我一起瞄着 我应该在这些地方 你不怕 这些地方 你不要在这些地方 我龙龙宇 我这是我不敢 啊 打 叭 打 构火热的故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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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吧 为什么不开枪 而且 又说了什么计划呢 让 静命静南妙静 天气阻力泄露卸了 静静 静岁 扭嘴 我现在有机会被你们给挂过去了 你现在不知道跟什么人干啥了 再来个机会 我们赶紧撤吧 李叔叔 这边的事你还都没解决呢 你干什么呀 你上给我吧 走 走 撤 快 快 撤 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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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gan 杜涵 你去社会 我偷偷你不偷偷 我偷偷你给你 我偷偷 小鬼子 你们兔子一帮尝不了了 不得耗死 放开眼睛 来呀 来 放开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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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有本是你杀了你爷爷 狗人哪有本是杀了我 我来我个放 你们不得好死 你们俩跟我说实话 你们东家到底下山干什么去了 说 你们光地下头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你们就直说 别让俺们跟着着急啊 是啊 八两九天 你们二位把这话说出来 我们大家想想办法 说不说 说不说 上海儿都得听我的话 我的话你们敢不听吗 不说是不是 不说 我就撞死 你啊 你啊 安叔 小鬼子捉了蔚兰山和小才子 把东家引下了山 东家要拿自己的命 去换蔚兰山和小才子的命 你们是说 上海下山送死了 哎呀 让大家下山都有两个时辰了 鬼子要判 小才子的死罪 这上海是为了救我小才子才打了鬼子的呀 对吧 对 就是这个罪名 这祸因我而起 不行 我不能连累我儿子 我找蔚兰山去 我找他这儿 老人家 老人家 不要着急 日本人是什么东西 日本人要想害山大侠 什么样的借口都可以找到 不要着急 想一想办 娘 你不能去 娘去了啊 东家知道 肯定会活泼了 我们俩 宋县长 大小姐 你们看好娘 我们去救东娘 她 ayud了 常都会遣住 王国经理 unta 魏老先生,时辰到了,上海没到。 如果你们开了沙界,上海就不会来了。 上海没到。 我相信上海一定会来。 潇洒。 魏老先生, 是您动手啊,还是我们动手啊? 如果你真的开了沙界,上海就不会来了。 你们想要的东西也不会得到。 我已经可以了。 小鬼子啊,你冲我来。 老当家的,你快动手吧,你再不动手,为何新的人卷死了? 老当家的,对不起你。 你给俺哥几个来个痛快的。 捐了山海的念,也让小鬼子没咒念。 老当家的。 各位死定了啊,的。 君 seul! 你快动手啊, duck! 你快动手哦! 快动手! 你已经 mandato après你了! 小财子的建议不错呀 孙儿狗 你给我们演示一下 你们为何行的家伙 三刀六动 担心 饶了很多 虽然他们犯了四岁 可是还下不去水手啊 孙儿狗 拿出来 不 不敢 你也想跟黄军作对吗 孙儿狗 把你们为何行三刀六动的规矩 讲一句 讲 一刀敬天地 敬鬼神 离王大帝观世音 为何行 诸楚逆子门护清 二刀信祖宗 列祖列祖听好了 为何行诸奸人 三刀献兄弟 喝他血吃他肉 再敢入魔为何行 定杀定斩不留情 不要 小鬼子 俺通天雷扇还在此 开幕 甲高丽山 图纸在俺这儿 放了小才子 听说上海向来说一话 老当家的 老当家的 上海已经答应他们的条件了 日本人也答应放了他们几个 快点 快 把风解开 来 上海也下来 你怎么这么没脑子 大伙喝出了命来保你 你却自己往锅里跳 快走 走 要死在一块儿吗 还用自己的命来换你的命 就是想让你好好活着 你想安死啊 不想看着安死 快走 我这边有多欠你了 安翔见见安老当家的 我已经回答了上海的状态了 我已经回答了 我已经回答了 你为难三逆 白胎的大仨 白胎的大仨是我现在的疑问 我现在的疑问 我现在的疑问 他就帮你 你帮我 去吧 去吧 上海 能找到 三年了 你我都没有想到今天你会回来 你回头看看 那可都是你的弟兄 都被开膛破肚 那假的 那我今天来 就是给他们一个交代 送你离开魏家 听说你混得不错呀 我经常听到你在江湖上的动静 当家的 山海 从来没忘记过你的教诲 三年了 我没有一天不想你 好吧 今天 我告诉你 你不死也得死 不然的话 会有更多的弟兄因为你而死 再说那个金矿 也不落到他们的手里 王娇的 动手吧 山海 不会喊一声给你听懂的 不愧是我们魏家出去的人 男渣的 别手软 慢着 上海的生死由我们来决定 轮不到你 别拿枪指俺当家了 你们是为何心的伙计吗 盖子 到 你们俩跟我走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你们是 他们是帮老陆军游戏队 买掉秦子雄 秦子雄 秦旅长 暗天山海阁说过你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秦队长 我求求你救救山海阁 俺给你大牛当马都行 俺给你割头了 秦队长 我求求你了 俺给你大牛当马都行 真的 求求你救救山海阁 秦队长 来 起来 秦队长 你来救山海吧 秦队长 我求求你 你真的要救救山海阁 不是 我们不救山海 我们就这几个人 根本都救不了山海 根本都救不了山海 俺们一定是想办法的 好 没事 没事 俺先信你了 我来吧 我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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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场撤了 俺看着 东家八城市出事了 急死我了 咱们现在怎么办 你脑子活 快想想办法 俺哪知道啊 就等天黑 俺进去看看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善海是同心同德的兄弟 我这条命也是他给 我要不去救他 我还算人 善海是不是把图纸交给日本人了 没有 我们都没看见 善海的小法子救善海 但善海的人手不够 你有什么法子 可是现在善海哥被关回宁海州了 肯定会被关在地牢里 要是谁也进不去 蔡子兄弟 你急后什么打算 我就一个想法 救善海 和日本人死磕 可是现在为何行 上上下下全乱了 都是日本人害的 兄弟不是兄弟 东家不是东家 伙计也不是伙计 都快成韩奸了 你们为何行为伙计 都愿意当韩奸啊 谁愿意当韩奸啊 秦队长 我给你交个实地 只要老掌柜呢 一点头 我们拉出宁海州 跟日本人死磕到底 为何兄几百个兄弟 没有几个退缩 好 只要不当汉奸 那就好办 咱们几个好好合计合计 想个办法把上海救出来 谁要是把上海救出来 咱就跟着谁 喂 你瞧你遭到这个罪啊 我这么干嘛 都是为了老当家的 为了魏和兴啊 你又不是不明白 你明明答应了黄军 说把金矿的事 通通地告诉黄军 可现在呢 你又反悔了 拉出一半的屎 你还坐归去了 你这不是害魏和兴吗 放走了小才子不说 你还刁买人心 你抱着个金元宝 掉进了东海 你都不撒手 你是舍命不舍财呀 山海啊 听俺一句劝 反正也活不了了 痛痛快快地说了 干净利索求个死 那不就完了吗 带去 看黄军怎么收拾你 上海 我尊敬你 带来带去金矿 给你夸走的 上海 马天大佐夸你是个好人 他愿意跟你交朋友 现在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图纸在哪儿 图纸 图纸 在脑袋里 在脑袋里 把脑袋抢开就看见了 来 来 别磨叉 他说他在脑袋里面 他带你带你 在哪儿 在脑袋里面 再次来 在哪儿? 哪里有近乎有价格? 你跟着口罗说 在我脑袋里 他还会说到你的頭 我们会去死 我爹 爹 上海呀 上海 你这是何苦呢 都快要死的人了 你叫金晃干什么 只要你带我们去找金晃 我可以答应你提的任何条件 那把 那把狗肉的孙儿狗喊进来 孙儿狗 好 还要跟他说事 好 孙儿狗 开几个 小高丽山 把他的当个案剔烂 还要让他断后啊 好 上海 你可是说一不二的人 上海 你也太损了吗你 你等着 带好咯 站好咯 站好咯 黄军会为你治疗的 接着踢 好 踢 踢 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啊 那你想的呢就是让日本人把你耳朵都拒掉了吗 你把你耳朵都拒掉了吗 你把你耳朵放出来是吧 我告诉你 日本人要的是上海手里那个金矿的土纸 他犯的是死罪 老唐家的 老唐家的 您在呢 这不是上海的干妈吗 老唐家的 您真理解 把上海干妈的管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的客人 对对搜搜搜搜 老唐家的 这可不行啊 上海虽然被抓了 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呀 这不分明是害您的吗 既然他送上门了 就把他送到县兵队 问问他 知道不知道 周家大小姐在哪儿 金矿图在哪儿 在这里谁当家你知道吗 老唐家的 老唐家的 真不好意思 老唐怎么说呢 日本人硬逼着俺 把您请走 还说了 这个院子 还有这里的东西 还有您的全部家产 都是喊的了 臭生 老唐家的 您哪 别生气 俺那孙二狗呢 也不想这么干 可不这么干 他们就要砍俺的脑袋呀 他们还给了矮一支枪 说谁不听话 就拿枪打 孙二狗 可以先斩后揍 你敢跟老唐家 他这么说话 你刷下 当家的 我算看出来了 您根本镇不住这白眼狼啊 孙二狗 我忙八蛋 我儿子就让你给害的 我今天老婆都不活了 我给你贴了我 我难道上 我还不想 她挤你 我还不想 你真是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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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Method不需要 马上牙 哎呀 贺卫兰山 谈这个事情 肯定不会是一两句 就能谈清楚 谈明白的 咱们再耐心等一等 啊 再耐心等一等 什么人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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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胖子 这位宋县长和大小姐 鬼子 九千 你带大小姐和宋县长走 把挡住这群鬼子 快走啊 快点 抓住 快等会 九千 九千 大小姐 宋县长 快 跟我走 走 宋县长 快点人 车 快点人在此 来呀 快点人在此 来呀 快点人在此 语题参丝的会 队长 是从卫家大院传出的枪伤 山坡那儿也有一阵了 不知道日军跟什么人交谎 老藤家了 不能见死不救 过去看看 队长 队长 有三个黑夜向咱们这边靠拢 是从卫家大院方向来的 应该不是鬼子 走 走 走 看 秦队长 怎么是你们 是啊 太好了 大小姐 宋县长 你们和秦队长在一起 俺去救吧俩 等等 人生站到 你们送大小姐和宋县长 去安全地点 是 和你去救吧俩 救救 这也怎么样 他解了吧 山坡 先找个地方把大小姐藏 藏起来 我把巴里离开 然后回头去找你们 走 走 快 走 干啥 山海 把路闪开 就是俺放你过去了 俺的弟兄们不会放你过去 我把枪杆放下 都把枪杆放下 小心被雷神的闪电劈着 小心被雷神的闪电劈着 山海 你派你的伙计来跟俺报庆 还搬兵来巴俺打仗 你抢那个三姨太和周家小妹儿那事儿 了了 河水和冬海水 一个归河神 一个归龙王 咱们不打架 把俺家大小姐藏哪儿了 人交出来 他把人交出来 俺们让他过去 沈大侠 他们已经把大小姐 从东边这条路给押走了 你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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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 走 走 大小姐 想办法把宋县长救出来 然后在黑纸牙里面 尽量被杀害 工长 小心 大小姐 早 了 我向皆 Bianco 大小姐 不停 我不愿意啊 这样 走 我不愿意啊 这样 快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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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吧 我来救你 哎呦 谢谢你 哎呀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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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谢谢你 大人 大人 哎呀 谢谢 哎呀 谢谢 爹 爹 怎么样 没事吧 怎么样 没事 没事 那 这 这 这 周家小妹呢 周家小妹呢 跟于师叔在一块呢 那 那于 于 于师叔呢 于师叔呢 不知道啊 你 崽子 少 少 一个人都守不住 要你们干吗 爹 走 快先走 撤 快 快走 快快 快啊 走 快 哎哎 往哪儿跑 上海 图不在我身上 打死我也没有用 图纸给俺 俺让你走 你把你的图交出来 我让你走 少他娘的废话 图纸给俺俺让你走 交出来 我让你走 图纸给俺 交出来 你们都别打了 为了这个金矿图 到底死了多少人了 为了这个金矿图 于是我的父母 为了保护金矿 不被日本人拿走 已经双双殉国了 你大哥临死前说的那些话 俺也都记得 目的是为了啥 不就是金矿图 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吗 你们现在这样很好啊 金矿图纸 各自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不是能更好地 保护金矿吗 为什么还要四相残杀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 保护金矿的话 就请你们把枪放下 大刹警说得对 图纸在我们两个身上 都不好了 这丫头 俺得带走 她爹临死前 托付安照顾好她 别动 别动 扇海 您是小马 我信不过你 我是军人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满成厌务 必须把同志交出来 不然我就杀了他 俺早就应该送你一条闪电狗 你个狗日子 交出来 别走火了 图案给你 案给你 让他走 周遥 我刚刚骗了你 你哥孙子在山药下了 去看看他 去看看 于世如 亲眼 是还把图事抢走了 来 亲眼 高军 站着 你放心 他逃不出俺的手掌心 还蒙俺呢 啊 于世如 俺们海龙寨 都让你给害惨了 俺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等等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俺也没 没有回头路了 俺倒要看看 那金矿 倒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于参谋 请吧 走 于世如 走 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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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按估摸着 志愿已经被山海带走了 山海很狡猾 这么多人找 估计他不会陷身 你先回去 好吧 盖头镇上 调试员 带咱们走 是 好 陈老秦 你要搞清楚 现在是山海抢走了我的图纸 不是你的梦子 你现在怎么看着我 只是在给山海拖延时间 就是变相地帮山海帮日本人 于世如 你真真假假 一会儿一个样子 冒一阵狗一阵的 俺没法信你 别再急我 我的人呢可是有限的 于世如 别跟他一般见识 俺相信你就是了 臭小气 闭嘴 俺担家 俺坐着 我是在想啊 咱们也不能这么满山跑啊 得找个地方 安 安 安 营 渣战